几名动物保护组织的成员 悄悄潜入一家实验室 准备释放被关押的黑猩猩 值班的研究人员 见状想要阻止 并且一再强调 这些黑猩猩的身上 携带着致命病毒 一旦被咬就会感染 但圣母们根本就不相信 执疑要把黑猩猩给放出来 殊不知就是因为这个决定 将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 女孩刚打开笼子 黑猩猩就立马扑过去 将它按在地上疯狂撕咬 虽然同伴极力阻止 但已经为时已晚 女孩感染了致命病毒 仅仅几秒钟的时间 她就变成了一只嗜血的丧尸 并且开始攻击其他人 就这样 丧尸病毒一传十时传百 迅速从实验室里蔓延开来 短短几天的时间 整个英国彻底文献 28天以后 只有极少数的人幸存了下来 比如这个因为车祸而住院的男人 他一觉醒来 整个世界都变了 偌大的医院里空无一人 电话也无人接听 懵逼的男人彻底懵了 整个城市变得一片荒凉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失踪的人们都去哪里了 阿伟不知道自己该去往何方 只能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 直到最后来到一间教堂 这才发现了失踪的人 但他们已经变成了一具具冰冷的尸体 阿伟只是轻轻一喊 就惊动了两只正在用餐的丧尸 但丧尸并没有扑过来 阿伟被吓了一条 他继续往里面走去 突然前方的门被推开 一个神父摇摇晃晃地走过来 他面目猙獰 显然已经变成了丧尸 眼看对方越来越近 阿伟这才感觉不对劲 反手就是一口袋 将丧尸打倒在地 可下一秒 丧尸又朝他爬了过来 阿伟吓得赶紧离开了这里 而教堂里成群的丧尸也蜂拥而止 他一路狂奔 也没能摆脱丧尸的追击 眼看就要凉凉 突然出现两个蒙面人 用燃烧瓶丢向尸群 三人趁机逃跑 可燃烧的丧尸依然穷追不舍 还好蒙面人提前布置了陷阱 把整个加油站引爆 才彻底解决了这些丧尸 随后他们进入地下商场 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阿伟惊魂未定 眼神中充满了大大的问号 通过与两人的对话 他这才知道28天以前 伦敦爆发了可怕的病毒 只要被感染的人抓伤或者咬伤 几秒钟就会变异 不过这些丧尸只喜欢待在阴暗的地方 所以最好不要晚上出门 听到这里 阿伟担心起了家人的安危 第二天天一亮 两人就陪着阿伟来到了他的家里 手里还拿着阿伟小时候的照片 柜子上是没有吃完的药 显然是不想变成丧尸 所以选择了一种体面的死法 看着照片背后父母留下的遗言 阿伟悲痛万分 转眼间就到了傍晚 由于来不及赶回去 他们只能选择在这里留宿 可到了深夜 大壮跟黑妹都已经入睡 而阿伟却忘记了两人的忠告 在房间里点起了蜡烛 殊不知这个举动 会引来丧尸 果然没过多久 两只丧尸就破窗而入 阿伟被扑到地上 两人听到动静急忙过来支援 虽然成功解决了丧尸 但大壮却不慎被咬了 还没等他说句一言 黑妹果断就砍过去 足足砍了七七四十九刀 可以说是刀刀避开要害 大壮肯定是得罪了黑妹 不然他也不会这么狠 这恐怖的一幕 来一旁的阿伟看得目瞪口呆 这里已经不再安全 两人只能冒险夜间出行 他们本想返回地下商场 可走到半路的时候 却看到不远处的大厦 有闪烁的逆红灯 那里肯定有其他幸存者 两人决定前去看看 随后他们来到大厦的一楼 发现楼梯的入口 摆满了很多购物车 显然是对方用来阻挡丧尸的 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搬开 没有复原就往楼上走去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两只丧尸畅通无阻地冲了上来 两人见状拼命地往楼上跑去 可丧尸的速度实在太快 眼看就要被追上 一个全副武装的男人突然出现 他叫两人先走一步 自己留下来阻挡丧尸 有了这身装备 男人很快就解决了丧尸 两人也安全进入了屋里 原来刚刚看到的霓虹灯 就是他们妇女二人搞的 目的就是为了寻找其他幸存者 自从病毒爆发以后 妇女二人就一直躲在这里 虽然是个不错的藏身地 但唯一的不足就是缺少物资 饮用水也只能在天台摆满各种塑料桶 收集天上的雨水 可添不遂人愿 已经有十多天没有下雨了 待在这里不是长久之际 而胖哥之所以会寻找其他幸存者 是因为他最近经常听到一段广播 每天都会定时播放 大概的意思就是军队在郊区建立了庇护所 那里很安全 有充足的物资工艺 但是需要三天的路程 由于胖哥带着女儿 凭他们两个人肯定九死一生 所以他就找到了阿伟和黑妹 想跟两人一起组队前往 黑妹虽然对这个消息的真实性有所欢迎 但目前也只能冒险一事 很快 他们就开着武林红光出发了 可没走多久 就在一个隧道被拦住了去 而胖哥却一点都不慌 一脚地有点强行传 过程虽然挺帅 但结果却很难 在落地的瞬间 其中一个轮胎当场报复 黑暗的隧道里是丧尸们最喜欢的地方 他们必须赶紧更换备胎 这时突然有一群老鼠窜出来 把几人吓得不轻 黑妹顿赶不妙 下一秒 果然有大批的丧尸正在袭来 他们来不及使用千斤顶 只能一起将汽车抬起来 而小美负责换备胎 好在她换备胎的速度足够快 一分钟不到就轻松搞定 但同时尸群也竟在咫尺 几人迅速上车 最终在丧尸到达之前成功逃离 随后他们经过一家超市 准备多搞一些食物 里面的物资应有尽有 他们满载而归 而胖哥可不想白嫖 直接把一辈子的积蓄丢在了收银台 经过长时间的行驶 汽车的邮箱很快就见底了 好在他们看到一辆油罐车 胖哥正在取油的时候 阿伟却走进了一间屋子 看着地上的尸体 他主动挑衅起了丧尸 果然有一只丧尸冲出来 阿伟转身就是一棒 轻松就解决了丧尸 经历了几次死里逃生 他知道想要在末世生存下去 就必须让自己变得无所畏惧 几天的长途跋涉 他们终于到达了广播所说的安全区 可结果却不尽人意 这里一片荒凉 也没有所谓的士兵 显然早已被丧尸攻破 黑妹叫胖哥赶紧离开 可他却很不甘心 因为几天的冒险毁了一旦 接下来又该去哪里 就在这时 胖哥看见一只乌鸦 正在啃士兵的尸体 他瞬间怒火中烧 上去哭吃就是一脚 不料一滴血液从天而降 不偏不倚地滴在了他的眼睛里 胖哥顿感不妙 一旁的女儿发现了 神色慌张的父亲 想要上前询问 可为了不连累女儿 胖哥只能将他推开 等到其他人赶到失 胖哥已经完全变异 黑妹叫阿伟赶紧解决他 可阿伟刚准备动手 胖哥就被乱枪打死 原来是士兵 而那条广播正是他们发的 随后 几人跟着士兵来到了新的基地 为首的上校欢迎他们的到来 还带着阿伟参观了基地 周围都是平坦的地形 高高的围墙围满了整个基地 全天都有士兵看守 他们火力充足 根本就无需担心丧尸的袭击 为了找到对抗病毒的方法 他们还关押了一只丧尸 但这些都只是表象 此时的阿伟等人还不知道 他们已经进了贼窝 到了晚上用餐的时候 突然有丧尸正在往基地袭来 所有士兵严阵一带 集中火力击杀丧尸 靠着强大的火力 跟提前埋下的地雷 危机很快就被解除 士兵们凯旋而归 看着一旁的黑妹 他们露出了本性 由于长时间没见过女人 一个士兵公然调戏黑妹 黑妹想要反抗 可对方却变本加厉 阿伟见状上前帮忙 但却被对方推开 好在另一名士兵强哥及时出手 才阻止了这名士兵 此时上校闻声赶来 叫其他士兵立刻出去 还把强哥训斥了一番 本以为上校是个不错的人 可没想到也是个人渣 他直接跟阿伟摊牌 基地发广播的目的 就是为了吸引异性过来 阿伟顿感不妙 立马带着两个女人就准备离开 可刚准备出门就被打翻在地 所有士兵当中 只有强哥一人保持着一丝人性 但双拳难敌四手 结果被打得很惨 随后士兵把两人带到小树林 准备实施枪决 然而就在开箱设计强哥的时候 老六士兵差点误伤队友 两人因此大打出手 趁着这个间隙 阿伟果断开溜 士兵健壮立马追出去 殊不知阿伟就躲在尸体堆中 趁着两人离开 阿伟翻墙逃走 可基地的两个女人就惨了 士兵刚准备做点什么 突然听到防空警报响起 原来阿伟并没有气他们而去 上校随即带着士兵出来寻找他 阿伟躲在暗处 利用大雨和地理的优势 成功干掉了士兵 上校闻声赶来 却只看见一具冰冷的尸体 他吓得胡乱开枪射击 不料枪声却引来了几只丧尸 上校想要开车离开 又发现车子被动了手脚 无奈之下 他只好跑回基地 有了武器的阿伟悄悄潜入基地 把上校关押的丧尸给放出来 而此时的士兵早已迫不及待 给两人换上了漂亮的衣服 殊不知马上就要大难临头了 被释放的丧尸突然破窗而入 呼向其中一名士兵 两人健壮急忙逃跑 士兵当场被撕碎 另一名士兵果断开溜 丧尸立马追了上去 而被咬的士兵也发生了便宜 逃走的两人刚来到外面 就被其他士兵拦住去入 丧尸病毒开始在基地快速蔓延 一个接着一个的士兵被扑倒 有的士兵想要逃走 却又被暗处的阿伟解决 两个女人被带到了二楼 可小美却独自离开 原来她只是为了拿一张照片 突然她听到了动静 是一只丧尸冲了进来 好在小美提前躲进了衣柜里 而黑妹则被士兵带到了另外一间屋子 却不知道阿伟在屋顶观察着这一切 趁士兵不注意 阿伟一跃而下 用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干掉了这名士兵 一旁的黑妹被吓上了 以为阿伟感染了病毒 就在她准备一刀劈下的时候 才发现阿伟并没有被感染 她只是有一点猛 两人没羞没骚地裹在了一起 完全没注意到房门正在打开 原来是小美 她以为黑妹正在被咬 上来就是哭吃一下 却没想到打扰了两人的好事 然而现在可不是秀恩爱的时候 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可他们刚准备上车 却发现上校早已等候多时 她一枪就射中了阿伟 小美健壮 果断一个倒车入库 此时被上校关押的丧尸刚好跑出来 她一拳打破后挡风锅里 将上校拖了出去 可怜的上校被当场撕碎 三人趁机开车离开了这里 又一个28天以后 受伤的阿伟从昏迷中醒来 他们来到了一个乡下的小屋 这里的丧尸已经饿得奄奄一息 对他们造不成任何危险 从此以后 三人过上了没羞没骚的生活